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535章 肉疼啊 傻眼神啊 我是男的 男的 管祥怒道 哦 男的呀 我说这姑娘咋长这么魁梧呢 宋二狗一文正经的硬道 本来被人认可是一种很高兴的事情 但是眼前这混蛋看起来一本正经 怎么听到管祥疯耳中那么刺耳呢 总觉得这家伙啊 话里有话 这个时候 马瘸子不满了 然后道 听你这笑声 似乎对我的手艺不满了 拉嘴 管祥毫不客气的说道 马瘸子的脸顿时就沉了下来 其他人的脸色也十分不好看 大家都知道啊 甚至马瘸子也不止一次强调 他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雕刻渣渣 不见得雕刻多好 但是勉强能混混口饭吃 嗯 可是打人不打脸呢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骂人家是垃圾 谁能受得了啊 更何况 他们还是和马瘸子学义的 马瘸子都是垃圾 那他们是啥呀 垃圾都不如吗 管祥风看到大家的脸色 也不怕 黑黑的笑道 大家都别松气啊 众人的脸色略为好转 管祥风继续说道 我是说呀 作为大叔的手艺垃圾 不是人垃圾 当然了 在座的各位 你们的手艺都垃圾 他说这话呀 已经摆明了是挑事了 管祥风也的确是在找事 被人骂是女人 他很不爽 不骂回去 那不是他的风格 众人顿时就怒了 宋二狗冷笑道 嘿嘿 哎呀 你这丫头 说话还是真够狠的 怎么着 你觉得你人高马大的 一个能打十个吗 宋二狗说完 摸起了一个锄头 其他人见词 纷纷抄起了家伙 管祥风见词啊 顿时吓了一跳 这才想起来 这不是城里啊 这是农村 农村人虽然老实 但是真要是犯起魂来 立刻教你 分分钟做人 管祥风赶紧叫道 什么 我说你们 你们还不复杂的呀 不信 我露一手给你们看看 什么才叫雕刻 什么才叫木衣 什么才叫艺术 宋二狗两眼一翻地骂道 滚蛋的艺术 我要看艺术 去看那老师傅的就行了 看你的干啥 我们都是文明人 你骂人 我们不能骂你 所以我选择揍你 说完了 宋二狗拎着锄头 就走了过来 管家方虽然人高马大 但终究只是大学生 胡子再长啊 也是没有混过社会的小青年 立刻就被吓到了 连忙后退 然后说道 你别过来啊 我告诉你 打人可是犯法的 宋二狗咧嘴笑道 我打了十几年人了 这话听得太多了 来 你是自己趴那让我打 还是我追着你满处揍你打 住手 就在这时啊 马脚子开口了 马脚子 你干啥呀 这家伙满嘴跑脏话 我揍他一顿 不过分吧 宋二狗不爽的说道 过分不过分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看看 他说的艺术 是个啥子艺术 小子 你骂人我可以暂时不追究 但是你要是拿不出点什么水平来 今天你被打了 就当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体验课吧 马脚子是哼哼道 管脚子一听啊 顿时松了口气 玩手艺 他或许算不上大师 但是绝对比眼前这些老农要做得好 于是呢 傲然的说道 没问题啊 今天就让你们开个眼 宋二狗见此 撇了撇嘴 站在了一边 管脚风提心吊胆的 从宋二狗边上走过去 确定这家伙不会背后给他来一锄头 这才松了口气 不看不知道 一看啊 管脚风着实吓了一跳 眼前的竹子品质极佳 比他见过的所有竹子都要好 翠绿翠绿的 不用雕刻 那都是一件艺术品 拿起来 看看横文 管脚风更是心中惊呼不已啊 管脚风学的就是雕刻 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 文明世界的雕刻大师 虽然看起来不学无术 但是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并不少 看过的书籍呢 也是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自身经济条件的原因 各种材质他都雕刻过 除雕对于他来说呀 也不陌生 亲自动过手 管脚风很清楚 并非所有的竹子都适合雕刻 哎 竹子当中呢 适合雕刻的当属是男竹和毛竹 这种竹子竹肉厚实 纹理细致紧密 非常适合雕刻 但是这并不是竹子中的佳品 真正的佳品和极品 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横截面 近于方形的方竹 这种竹子呀 才是真正的顶级竹雕材料 这种竹子生长在南方的天木山区比较多 北方呢 绝对没有的 然而眼前这竹子 虽然外面是圆形的 不过方竹那般棱角分明的四角形 但是那里却是一向的紧密 肉厚 用手按按呢 感觉技嘉 管香风知道 这种竹子 绝对是竹雕顶级雕刻材料 那比方竹还要好呢 想到此 管香风看着一地雕刻废雕的竹子 也是一阵的心疼 心头大骂 百家子啊 这群浪费材料的百家子啊 这么好的材料 他们竟然用来练手 天撒的 都该天打雷劈 再看看手中的寒竹 管香风更是骂娘了 真正的竹雕材料 很讲究 绝对不用新鲜的竹子 通常都是砍下来后 放在手里浸泡 然后拿出来阴干 这个过程啊 长达两三年之久 然后才能取出来用 但是眼前的竹子啊 叶子都没剃干净了 显然是新鲜的竹子 看到这样的竹子 它更加肉疼了 就在这时 管香风听到边上有人嘀咕道 怎么能弄不 反正这些竹子啊 都是寒竹里最差的 它弄坏了 也不值钱 呃 也是 管香风一听 心头一颤 这么好的竹子 竟然是最差的 那最好的该是什么样的呢 哎呀 左右嫖了 管香风的心思啊 顿时活络了起来 他一定要去寒竹里面看看 都是什么样的 然后弄点回去 雕刻出来啊 作为他的毕业作品 心情激动的管香风 深吸了一口气 强压住心中的激动 开始雕刻起来 马靴子雕刻的是 馋子笔头 也就是竹雕中最典型的那个物件 竹子全身上下 最适合雕刻的 就是竹身和竹根 竹身笔直 内部中空 下面有点 只要切开呀 就是完美的笔头 管香风想要教这些 没见识的村民做人 自然也会挑对方雕刻的物件雕刻 这样才能比较出来 谁的好 谁的坏 管香风一吓刀 马靴子 就知道自己输定了 不管怎么看 人家都比他更专业一些 本集播讲完毕